陈东创作《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盛虚》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201集 一刹那 道子云恒几乎要崩溃 他费尽千辛万苦 收集于炼化所得到的诡异物质 就这么被人给吃了 道子云恒怒喝打好了一声沙 手中出现一张弓 拉成满月状 明明射出一只剑鱼 结果漫天都是密密麻麻 像是无数颗毁星撞击打地 带着滔天的能量轰杀向楚风 成千上万只剑鱼划破天地 带着长长的伪光 全都有数十上百里 鸡翠虚空 射爆天穷冲着楚风而去 这是云恒的护道之宝 然而依旧无用 这一次楚风很严肃 没有用肉身去硬扛 而是运转妙术 六色光轮冲出 将它遮拢在内并旋转着 在咳插咳插声中 所有带着磅礴能量 如同彗星撞击大地般的巨大箭雨 全都被绞碎了 无法尽其身 哄的一声 楚风化成一道闪电 在虚空中留下大道的轨迹 冲向云恒那里 砰的一扔 他全力以赴的打出竖拳 在激烈的碰撞中 云恒最终受创不清 倒飞了出去 打扣磕血 盗子云恒最强大的手段 就是驾驭不祥物质 催动诡异的力量 结果却被楚风 几乎渴死了 一身手段 简直无用武之地 所以 他现在根本抵挡不了 直接就陷入险境中了 随时会被割杀 最后关头 云恒从背后取下一个青皮葫芦 这是他从上仓 某一座祖山中 无意间摘到的葫芦 有大道的丝丝痕迹 不过 如今葫芦却也被炼化成功 装了浓郁的不祥血液 他祭出保护 当中喷薄黑血 竟然高天将楚风那里淹没了 楚风快速避开 这种血液太腥臭了 他没有必要去汲取 蕴含的精粹 毫无必要 可以看到 虚空 都被这种可怖的黑血 寝食的崩塌了 出现无数的大裂缝 连天地秩序都因此断裂了 这是诡异源头的某种真血之一 当然 眼下青皮葫芦中的真血很稀薄 并非纯粹的黑血之源 但依旧造成可怕景象 楚风立身在光轮中 先是躲避 接着万法不侵 黑血亦不能沾身 一道全光照亮消汗 他轰杀了过去 纵然云恒以保护抵挡 可他还是被全光扫中 身体在虚空中炸开 血迹斑斑 道骨四散 不过他终究是盗子级人物 掌握有非凡手段 在这一击中并未彻底死去 迅速在远处重聚血肉与针骨 化形而出 他大口喘息 担心跪在地上 手中提着青皮葫芦 满脸灰暗之色 他知道自己败了 而且是大败 连上苍传说中被污染的苍狗的黑血 居然都奈何不了你 此血内部蕴含着不可言说的规则 我败了 云恒无比的失落 其实主要是他被楚风相渴 不然的话 绝不可能一路被碾压着打 楚风没有再出手 不想当众击毙他 毕竟这种盗子级生物来头非常大 背景很深 他不想为诸天惹来麻烦 说到底 还是他不够强 如果他横扫世间无敌 自然不会考虑这么多 楚风没动云恒 但是有人忍不住了 一只如山岳大的黑狗 脑袋突兀的出现在云恒面前 犹若一头巨龙在盯着蚁虫 两者对比 差距太大了 说什么苍狗的黑血 你不就是想说黑狗血吗 狗黄阵沉着一张大脸 山岳般的面孔 几乎要贴到云恒身上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盗子云恒简直要崩溃 这是污网之灾 不过他仔细看了又看 却发现这黑狗似乎真与上苍 过去传说中的苍狗有点像 在上苍 敢叫苍狗的生物 显然来头巨大无比 什么破盗子啊 竟敢调戏你狗黄爷爷 黑狗血啊 呸 狗黄不满 他伸出一只大爪子向前戳了戳 砰的一声 那只青皮葫芦纵然蕴含着 丝丝大道痕迹 可现在依旧承受不住 直接炸开了 云恒简直要疯了 我找你惹你了 上苍的仙王发呆 他们看出狗黄并未想对云恒盗子本身下手 所以没有理会与阻止 现在都看得很无语 云恒差点失态几乎就想大吼出来 但是他忍住了 只是他很难受 原本就大败了 结果最后还被一只仙王级的黑狗吓唬 威吓 恨 这实在是有些让他心中崩溃 一时间他异性阑珊无比 萧索 亮亮腔腔的离去 连背影都显得有些勾搂了 显而易见 今日这位盗子大受挫折 连盗心都不稳了 他在下界着实被打击的不轻啊 云恒亮亮腔腔落幕的身影 渐渐远去 很快消失 他回归了上苍 又一位盗子 楚风轻语 又字一出 让在场进化者反应各不相同 毫无疑问 诸天各族彼此相识 揭露出会心的微笑 至于上苍的中青带 都如同被雷击般 这个又字太刺耳了 楚风虽然说的轻飘飘 可是却像是雷霆山峰 砸在他们的身上 秦和一看呢 连上苍的一些老怪物都忍不住了 这个下界小的你会不会说话呀 不会就闭嘴 九道一笑了 满脸的褶皱都化开了 红光满灭 其实我们这一戏也没什么 就是能打 一个可以打十个 可以打上百个同境界的生灵 毫无压力 这种表现 这种口吻 顿时让上苍的仙王脸色难看 很不爽 但是他们有什么办法呢 战绩摆在这里 楚风一个人连拜两位盗子 这是无法辩驳的硬实力 他们自然相信 上苍有盗子 可以镇压下界这个年轻的土著 一旦交手 不会给他任何机会 可是 时间还来得及吗 上苍广袤 有些盗子在闭关 身在未明地界中 临时去找能寻到吗 今日下界来的生灵 不过是出自上苍的一余之地 并非是各进化文明大举而来 可今日如果不将楚风击败 上苍一群人都心中不平 连仙王都难消心中闷气 憋着一股歇火呢 就更不要说中清代了 上苍的天才们实在羞愧与愤懑 在场的人都奈何不了楚风啊 我们今天之后 我看了 我看了